Hello大家好,我是李鸿逸 首先说出三条自我的评价 高,帅,有才华 你觉得自己是猫戏还是犬戏? 猫戏,而且是加菲猫戏 那平时在家一般都会穿什么呢? 睡衣 灰色 灰色 家里面人的时候就干脆什么都不穿 全裸吧 那倒不是 穿一条裤子 有幸运的数字或者幸运色 数字应该是6吧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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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幸运色的话应该是黑色 有比你大的粉丝,含你小哥哥内心的OS什么? 能接受的恋爱年龄差是多少? 10岁20岁都行 你说要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才会撩到你? 快打游戏 要么比我强,要么被我带,你选吧 你选吧 经常玩的网络游戏是什么? 网者农样,地下生与勇士,吃鸡 但你不开心的时候一般会花多长时间在玩游戏? 一般是有时间就玩玩 没时间就睡觉 打游戏睡觉吃饭打游戏睡觉吃饭 打游戏睡觉吃饭睡觉 最近一次流眼泪是什么时候 两个月前拍酷戏 我觉得拍酷戏还是拍温戏呢 不挺简单的 那你最快是多长时间可以流眼泪 30秒 剧情需要的话会反串女装吗 这个 我得先保证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不会嘲笑我 他们我觉得会的 他们会的话就算了吧 那实际年龄才19岁 心理年龄是多少 58 为什么是这个数字 我测的 58 你们要是大肠腿 就经常被拍成1米58 你最心想做的 腿长这个东西我自己知道就行了 他们拍成1米58 我觉得也是为了给观众一个更为神秘的一种感觉 让他们觉得 李虹一抱身高说腿肺有一米一 那为什么拍来像很短很短的样子 但是当他们近距离看了之后 哇塞 这个腿会赶上小红的身高了呀 要的就是这种反差感 对吧 顺便提一下我今天人叫小红 我们现在想现场留下身高 我可能是一个多长 卡住 哇塞 188 将你189了 哈哈哈哈 这是实际见证的真实身高 此时此刻 说一句 违心的话 我经纪人真棒 我哥真帅 微信最近联系的一个非工作人员是谁 我妈 说了什么 让我还她钱 你要欠你妈妈她欠 嗯 那我不只是欠她一笔钱 那以后养老什么的 我都欠着呢 OK 好吧 拜拜 拜拜